大家好,这次介绍的是哈萨克国家银行在2023年11月15日,为了纪念国家货币间隔发行30周年而发行的1万间隔纪念钞 首先先简介哈萨克这个国家和货币哈萨克间隔 哈萨克共和国,同称哈萨克,Kazakhstan,为跨州国家,地跨欧亚两州,主要位于中亚北部,在乌拉尔和以西的一小部分领土位于东欧 哈萨克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世界第九大国 1991年苏联解体时,哈萨克为最后一个宣布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 原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自当时起持续担任哈萨克总统,直到2019年自行宣布退休 1993年11月12日,哈萨克总统发布,关于发行哈萨克共和国国家货币的法令 不久后在11月15日,哈萨克开始发行第一板间隔,其中只币在英国印刷,硬币在德国铸造 同时哈萨克政府宣布退出卢布区 后来在1995年,哈萨克成立了自己的印刷工厂,结束了货币由外国代印的时代 2006年11月15日,哈萨克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第二板间隔 2007年的3月20日,哈萨克国家银行发布了间隔的符号 哈萨克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以采用高科技的防卫技术和创新大胆的设计而闻名 这张纪念钞也不例外 来看看票面设计 正面图案,莫比乌斯带,哈萨克间隔30周年纪念笔图案 哈萨克的领土轮廓图,其中各地区装饰有各种哈萨克传统装饰花纹 其中包括了三个深色显示的行政区为2022年设立的新行政区 背面图案,欧亚大陆地图及哈萨克的领土轮廓 Galaxy安全线,间隔货币符号,莫比乌斯带,哈萨克间隔30周年纪念笔图案 防卫特征 1.Verify Color Change Patch 这一张钞票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G&D公司Verify Color Change Patch技术 Verify Color Change Patch与LaserCut技术结合 将钞票设计元素整合到钞票正备两面和机材中 形成了正面引人注目的金色图像和背面对比鲜明的窗口形状 正面看在平视状态下,正面看不到间隔符号 而是一枚完整的闪闪发光的金币,具有动感和3D效果 背面则在摩切位置呈现一个金色符号 在背光透射下观察,不论从正面或背面 都会看到这个摩切出的半透明的间隔货币符号 同时背光下金色线条也变成了蓝色 2.Galaxy Security Thread防卫线 防卫线是一条5公里宽的Galaxy安全线 安全线中包含了间隔符号和周年纪念数字 30,颜色由洋红色变成绿色 3.Spark Flow Prime光学可变油墨 防卫线右侧是一个比较大的货币符号 采用了Spark Flow Prime技术 倾斜钞票角度,可看到颜色变化和动态效果 4.水印 水印在钞票的右下角,是一个大大的间隔货币符号 左侧边缘是一个面额数字1万的白水印 5.珠光油墨 钞票正面,硬币图案的外圈采用了珠光油墨印刷 8.倾斜一定角度就能看到闪亮的金色珠光效果 6.荧光油墨 在紫外灯下,金色印币图案外圈有着黄色和绿色的荧光效果 正反两面都有 7.压印图案 钞票正面,中间上册有数字30和货币符号的压印图案 8.凹印前项 9.对应图案 正反对应数字1万 10.维缩文字 谢谢 下次再见